接下来我们带你来看看张花这名女子 她爱上了已婚的大老板 结果她异想天开 戴着装有情夫精益的保险套 到产妇这个妇产科 所以要做试管婴儿 医师当时也直觉觉得奇怪 后来看了身份证之后发现 这名女子跟对方根本就没有结婚 所以也不符合人工生殖法的法规 于是被拒绝了 黄衣女子走进妇产科 直接跟护士开口说 我要做试管婴儿 而且还有备而来 练着保险套要来做试管 这一幕让护士不知所措 医师见状上前询问 妇人说我无法人工受孕 才决定做试管 但丈夫没陪同 医师察觉诡异 检查妇人的身份证才发现 配偶兰空白 法律不允许 直接打了回票 但妇人还不放弃 拨打手机 继续演戏 原来这名女子是一名老板的小三 可能基于对方财产 又想巩固地位 才一想天开 拿着情妇的敬意 想生个摇钱英 这种情况 妇产科的医护人员 司空见惯 当然不准 医师说 避孕用的保险套含砂金药 对金子的活动力影响很大 加上常温下 金虫顶多存活两小时 妇人如意算盘怎么算 还是骗不过专业的妇科医师 您是选庞志龙 张后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